吴尼朗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一开始带您来关心疫情的最新的消息 那么19号的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了本土个案 有1626名 那么花莲就新增了74名的确诊 那么17号呢就有全中运的蜻蜓选手确诊了之后 原本停赛三天的龙州赛事将跟没有办理的14项赛事是一同的延赛 花莲19日新增74名确诊 累计确诊来到706人 先前参主管传染链已大幅降低 而万荣国小吉安相立幼儿园以及天使幼儿园则各有一名确诊 以各自实施暂停实体授课等相关防疫措施 74个新增案中有63个是做居家招呼 那很显然的 第一个这里面的案子几乎都是轻症或无症状 第二个呢 很多的乡亲还是选择在家做居家招呼 会比较舒适 那所以居家招呼未来可能都是我们要走的一个方向 那在这74个个案中 我们依照他的源头 然后来做一些分析 那从我们的之前的小加拿大梅雨布袭班 今天的案中有四位 那布里花恋医院呢 还有15个人 那从外界的婚宴群聚的有17人 那这个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止息 那本身南区的婚宴只剩两个人 然后看起来是有一些缩小的范畴 那参与馆该是只有一位 那外界是通报的有两位 那疫调中呢 还有33个人 那这是我们目前 这个74位的简单的一个分类 那万人国小今天新增的是一位二年级的孩子确诊 那这个班呢 在27号之前都会暂停实体课程 在22号 25 26 27号 会采线上教学的方式因应 那相关的接触人员也会在20号之前呢 暂停实体课程三天 第二个学校是吉安相立幼儿园 他是一位教保员确诊 那这个班呢 接触了他授课的班级呢 会在27号之前呢 暂停实体课程 那今天相关的接触人员呢 也会同步暂停实体课程 再来第三所的部分是 私立的天使幼儿园 他是一位幼生确诊 那这个班呢 同样在27号之前都会暂停实体课程 接触人员呢 也同样在今天一天会暂停实体课程 那统计呢 目前花莲县总共有35所学校 包含幼儿园 因为疫情而暂停全校 或者是部分班级的实体课程 全中运荣州项目选手的一个确诊的状况 那经过昨天的一个快筛情形 我们总共照撤了 需要筛检的人数有174位 那其中包含了154位的选手 跟20位的工作人员 那快筛的结果全部都是阴性 那荣州赛事的部分呢 也经过大会的一个讨论决定 沿道和还没有办理的14项的赛事呢 共同规划 希望届时呢 都能够让选手健康的回来参与赛事 另外17日有全中运轻挺选手确诊 相关造策后 快筛174名人员皆为阴性 运荣州赛事停赛三天 则改为与其他14项赛事一并延期办理 记者讲帮演 华林区报导